之前 先提要 漫畫最重要的就是故事 這個單元就是要跟大家 漫畫家 哎呀 不該給你一下 我差點就3分了 好 我們接下來的這個短片的故事 就叫做下雨小生 故事一開始 就是一大群不良少年圍著一個小男孩 然後這小男孩就被揍得鼻青年走 他跟他們說 幹嘛 你們住正上就了不起 有膽就到山裡來 看我把你們全部都踢到山坡下面去 這些不良少年就哈哈大笑 然後把他拿起來甩了又甩 然後踩了又踩 揍了又揍 像是他爸爸的角色 看著他鼻青年怎麼回來 跟他說 哎呀 魔太你回來了 你的臉怎麼回事 又挨揍了嗎 怎麼不跟同學好好相處 這個魔太說 不可能 那些傢伙都拿我的傻瓜 他就一邊吃飯 一邊在那邊感嘆著 因為他住在鄉下 所以被這個學校裡面的同學欺負 要是他在學校裡面能夠有幫手就好了 這個魔太他住在深山的深山裡頭 是一個小分校的學生 這所分校裡面只有三個學生 其中兩個都是小學一年級的女孩 他們的老師就是魔太的爸爸 已經讀到中學的魔太 根本交不到同年齡的朋友 因為他跟小學生一起上課 在深山裡面嘛 那是一個村子嗎 這是一個深山裡面的深山 就是很鄉下 有村子嗎 有村子啊 有很小的村子 還是有人口 還是有人口 但是只有一所學校 學校裡面只有三個學生 就很慘 這個小男孩他就在這個鄉下裡面長大 他有時候就會到學校後面去散步 有一天散步的時候他突然看到 前面有一個一把雨傘 這個雨傘下面好像躲著一個小男孩 而且只有這個雨傘的上面 有一個烏雲正在下著雨 淋著這把傘 就想到他就覺得很奇怪 他就過去問他 你是誰啊 你好奇怪喔 為什麼只有你這一塊在下雨呢 而且你到底在看什麼呀 他看到這個傘下面的這個小生啊 正在盯著他的腳看 他說嗯 你是想要我的雨鞋嗎 然後這個小生就說對我想要那個雨鞋 然後這個摩太就說我才不給你呢 然後這個小生就一直跟著他說 然後拜託你送給我嘛 他說你要你不會自己去買啊 你到底是誰 他說我我就是下雨小生 要不然我幫你實現三個願望 我不騙你我拿三個願望跟你換吧 這個時候摩太他就覺得這個小男孩很奇怪 他說你不要纏著我 他就趕快跑走了 這是說突然下起了青盆大雨 然後他就覺得哎呀這個青盆大雨 怎麼只跟著我 就覺得好奇怪 你是妖怪你不要過來你是妖怪 可是他這時候突然領悟到了 哎這個小男孩好像真的很厲害 這個下雨小生真的很厲害 他說好不然這樣子 你先把雨給停了 這樣子好了 如果你真的可以實現我的願望的話 我就把這個雨寫給你 可是你要給我一個正上的人 絕對你買不到也拿不到的寶物 很稀奇很稀奇的那種 然後這個下雨小生他就帶這個摩太到深山裡頭說 好我找我的朋友拿給你 他就來到一個河邊 然後聽到好像有一個正在洗紅豆刷刷刷的聲音 然後他就過去問這個 哎洗紅豆的爺爺你在家嗎 就看到有一個洗紅豆的一個老妖怪 在裡面洗 他是也是日本傳說很有名的 有個洗米爺爺 洗豆爺爺吧好像這樣 他說你這後面怎麼有個人類的小孩 你怎麼可以把人類帶來這邊啊 他說他們進妖怪村了 對他們進妖怪村了 原來這個下雨小生他把摩太帶到了妖怪村裡面 然後問這個洗豆爺爺說 你可不可以送給我一個正裡面 沒有人可以拿得到的稀奇的寶貝啊 洗豆爺爺爺說你幹嘛 你想要拿去賣給人類嗎 他說不 我是要送給他 我說不我拒絕 我最討厭人類了 你不要這麼說嘛 最後他們終於說服了這個用激將法 難道你這邊什麼都沒有嗎 他說什麼你這個小男孩 這個洗豆爺爺他跳到水裡面去 然後把這個整個水掏乾 從湖底掏出一隻烏龜 丟到這個摩太的頭上跟他說 你這個東西絕對沒有看過吧 這樣你還敢說我家空空嗎 然後這個小男孩他就很高興 拿著這個烏龜回去跟他的同學們要炫耀 沒想到他拿回家的時候 他媽媽說你拿回來怎麼這麼奇怪的東西啊 從來沒有看過的烏龜 然後摩太就跟他的媽媽介紹說 媽媽你看這是我新的朋友下雨小生 他媽媽說你在說什麼東西啊 哎呀你不要弄著家裡面濕搭搭的 然後摩太就說難道只有我看得到這個下雨小生嗎 他就招待這個下雨小生吃這個點心啊 他媽覺得很習慣你怎麼自己一個人 在跟影子說話 然後摩太就說啊要不你施展一點法力 讓我媽媽看看相信你是真的吧 然後這下雨小生就讓整個家裡面突然下起了大雨 然後他媽媽說哎呀怎麼會這樣子 摩太你趕快去叫你爸爸過來 老公雨漏的好厲害 你趕快去屋頂上面看一看 然後他爸爸上去看之後也發現 哎大晴天啊怎麼回事 然後就在上面看到一個烏雲 只有在他們家頭上 他就在那邊洗了一個澡 反正隨遇而安啊他爸爸這種感覺 這個下雨小生是真的很厲害 然後這個小男孩 他帶這個烏龜到學校裡面 去跟這些不良少年炫耀 結果沒想到烏龜反而被搶走了 然後他自己還被捆起來 打包成一個烏龜的樣子被嘲笑 下雨小生看到他的朋友被欺負 就呼喚了暴風雨 把整個學校全部都給淹了 甚至整個水都淹到了這個 就超過了頭頂 然後小孩子們都快要溺死的這種感覺 然後這個摩太就在那邊看著 哈哈哈哈你們活該 然後下雨小生就在旁邊很開心 嗯他們兩個人就成為好朋友了 摩太他就問這個下雨小生 你為什麼不把你的雨傘給拿下來呢 下雨小生說我不要 才不要拿掉雨傘呢 摩太說哎呀我不會動你了 我開玩笑的啦 你是一個人嗎 這個下雨傘說 其實我是一把傘 我是一把舊雨傘 在儲藏室或者沒人地方放久了 我們就會出現在傘裡面 成為下雨小生 就是傘精 傘妖這種感覺 然後這個摩太聽到了也沒有害怕 他反而覺得 哎呀我這邊正好有交代 我來幫你修補你這些破洞吧 然後甚至幫他放上一些花 放上一些什麼兩個人就成為了很好的朋友 最後這個摩太他在想他的第三個願望 該要怎麼使喚 他第一個願望是有一個西奇的寶貝 第一個願望是給學校的人好看 然後這下雨小生就幫他把學校給淹了 他在想的第三個願望該怎麼消耗的時候 這個時候學校突然起了大火 摩太他就決定把這第三個願望用在救助這場大火上面 然後他就叫下雨小生過去把這個火給鋪洗 但沒有想到下雨小生說我是油脂傘 我如果過去的話我自己也會著火的 我會害怕我不敢 可是摩太他看到學校快要燒光了 他就很著急叫下雨小生你趕快過去啊 然後下雨小生他就硬著頭皮到火裡頭 然後哎呀好燙好燙 然後就努力的交火努力的 就讓他全身上下都著火了 他還是不斷的降雨 然後終於把這個大火給鋪洗了 甚至消防員來的時候就覺得奇怪 剛剛不是有大火嗎 怎麼全部都來了一場莫名其妙大雨 就把他給澆洗了 從此之後也因為火災的事情 大家都忙著亂七八糟嘛 這個澳澤分校因為燒掉了所以要廢校 然後摩太他們一家人決定要搬到鎮上去住 然後摩太想著 哎呀可以脫離這些不良少年的欺負太好了 他就很開心的搬到鎮上去 從此以後就再也沒有回來 他也忘掉了夏宇小生這件事情了 一直到他過了好幾年上了高中 又到了大城市裡面去 甚至長大結婚 深山村裡面的小木橋 現在已經變成了水泥大橋 河的兩旁蓋滿了住宅 露夜之後到處都是燈火 可是不論春夏秋冬夏宇小生 他依舊在那裡等著摩太 守著幾十年前的承諾 摩太他現在已經是一個大叔了 他已經有個孫女了 嗯 他抱著他的孫女走在路上 看著哎呀 有沒有女孩子的雨鞋 我要買給我的孫女 的時候他突然想起來雨鞋 雨鞋 我怎麼會這樣子 我怎麼會忘了 他這個馬上把他的孫女給拋下來 跳上了車子 然後現在看起來已經是個大老闆了 嗯 他就跳上車子 然後幾班輾轉之後 來到了如今已經是水泥橋的這個地方 往下面一看 還在 夏宇小生還在 就在那邊等著他 但是他的這個 說的閃面啊 那些什麼已經破的 破破爛爛 亂七八糟 因為從那場火災之後 沒有人再幫他修補 嗯 他就一直在那邊等著 一直在那邊等著 然後這個魔胎已經變成一個老爺爺的魔胎 他就跑過去 對不起 對不起 是我啊 我是魔胎 我給你送雨鞋來了 你真是的 你就在這邊等了四十年嗎 你變得這麼破舊 就還是這麼手心在這裡等我 魔胎已經滿臉淚水了 他把這個雨鞋朝夏宇小生手上遞過去 夏宇小生接到的時候就謝謝你 然後就開始樣子變得越來越模糊 然後魔胎就一直哭著說夏宇小生 你的樣子變得有點模糊呢 嗯 因為魔胎你啊 已經變成大人了嘛 所以我要跟你道別了嗎 幸好你及時趕來 我一直相信 你一定會帶雨鞋來給我的 魔胎 再見了 要保重呀 然後就慢慢的消失 慢慢消失 你別急著走 我想跟你多多說話 讓你等了四十年 我要跟你陪 不是啊夏宇小生 夏宇小生 就這樣子 他就攤著 抱著地上的那一灘水 叫著夏宇小生的名字 故事就結束了 這個就是夏宇小生的故事 有什麼好笑的 你要破壞聽眾的情緒 不是嗎 我在想說 林毅教室神明的那個座子有 名字有在這上面嗎 沒有啊 就神明嗎 嗯 嗯 不是 對就日本妖怪啊 日本古代妖怪這種感覺啊 白鬼夜行當中 會出現的一隻小妖怪這種感覺 夏宇小生 他可以實現你的願望 但你要拿東西跟他交換 而且夏宇小生是好人耶 是好人啊 是好妖啊 是好妖欸 我跟你說的是可愛妖怪的這個 日本很多妖怪都是沒有危害的 都是 哦就是久了人們忘記了那一種妖怪 對因為傘 就是夏宇小生他的由來就是我們放的二手傘 放久了之後他曾經了嘛 但是裡面他有一句話很關鍵 這個夏宇小生他越來越模糊 摩太他哭著說 我想跟你多說話 可是為什麼你越來越模糊了 夏宇小生說 因為摩太你長大了呀 嗯 哦也是說大人是看不見夏宇小生 我們沒有這個夢想還是怎麼樣呢 為什麼呢 我知道我來解釋給你聽 你說 其實呢就是因為雨傘很多都被忘記 所以就造成很大的那個地球上面的負擔 所以大人們就創造一個這樣子的股市 建立小孩子 哦 從小一個觀念 就是 跟傘建立感情 之類的 不要隨意丟棄 不要隨意丟棄你的東西 要不然久了他就會變成妖怪 或者怎麼樣 他們很可憐 你要好好珍惜你的東西 可是 我的傘 不要浪費啦 從來沒有陪我超過一個月吧 對啊 超莫名其妙 只要一下雨馬上就不見了 你真的很莫名其妙 而且我那時候就想說 好你去 就是我們去看哥吉拉 那一次 在日本的時候 我想說 如果是你真的很想要的傘的話 也許你會好好 我們在日本買了一把 對 而且是你堅持你想要的 對 我就不跟你confirm 我就一直跟你確認說 我知道那把傘很珍貴 很棒 我真的很喜歡 但它還是不見了 太慘了 天啊 我們跟傘真的是 沒有緣分 會不會有一把傘 也在這邊等了你四十幾年 肯定有了 好慘好慘 好 現在你該猜了吧 還有這麼多漫畫家當中 來 剛剛講的這個夏宇小生 是哪一位漫畫家創作的故事呢 我不要給你提示 你剛剛三個裡面已經猜出兩個了 我覺得很好猜欸 是不是 你要把卡片遞給我啊 一定是 你才會這樣刁難別人 你才手肘自從啊 手肘自從啊 手肘自從啊 對了 你知道為什麼嗎 為什麼 我沒有很喜歡手肘自從的故事 是因為它每次都會在很奇怪的點 很驚訝 情緒起伏很大 我都看不太懂 為什麼 就是 有點歌劇 誇張 研發的這種感覺 就我常 以前就是看不太懂 就比較老派啊 但是我覺得你講歌劇這樣形容蠻好的 我一直只是覺得 我真的不理解它為什麼要這樣 因為 好這個以後我們 在做手肘自從專輯的時候 我們會講到 手肘自從它其實受迪士尼的影響很深 那個時候迪士尼的動畫 苗老鼠啊 白雪公主啊 那些都會比較誇張一點 對 但沒關係 這個我們之後講到手肘自從的 那一期的時候 再探討這個問題 欸我們現在 才講完四個故事就已經被拆完了 那這樣子後面還玩個屁啊 完了我太厲害了 奇怪耶 到底是 要不然這樣子好了 才第四個就已經全部拆到了 那你要加分的機會嗎 有啊當然有啊 好 接下來就繼續 我就繼續講 就繼續拆 嗯 如果你能夠達到六分的話 那我就再給你一個 就再讓你指定一起囉 反正你不給不給我 其實都可以控制你的意識 嘿嘿嘿嘿 但我可以不接手啊 啊這個反正就這樣子了啊 下一個故事 叫做Present for me 給我的禮物 嗯 故事一開始 是一個機器人 他有個大圓圓的腦袋 然後眼睛撥下去 一看就是機器人 毫無懸念啊 他說嗨 我已經很久沒有見到人類了 我是機器人 你是人類 就這層意義而言 我已經很久沒有見到人類了 他在說這句話的時候 他是靠在一個大石頭上面 一個小女孩看著這個機器人 這個機器人繼續說道 你問我在做什麼 你看了不就知道了嗎 像這樣子很舒服的靠著背坐下來 當然是在做日光玉了喔 小女孩看著這個奇怪的機器人 轉頭就要走 這小女孩全身穿著破破爛爛的 感覺像末日下面才會穿的那種破破衣服 小女孩轉身就走的時候 這個機器人就攔住 啊等等 對不起 因為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說 其實是因為 讓我引以自豪的閃亮身體 變成像這樣子沒辦法動了 我感到很焦躁 才會開這種無聊的玩笑 我的關節進了很多沙子 此外也很久沒有加油了 你看那邊不是有個箱子埋在裡頭嗎 那是工具箱 麻煩你能用它 稍微幫我修復一下 我會很感激你的 這個少女 就在這個機器人的指導下 開始幫那個機器人修復身體 把全人的上下都可以拆了 這個機器人說 你把我拆了是沒關係 但你可以幫我煮起來 然後再加點油嗎 沒有油的話我動不了啊 這個少女拿起這個油罐 看到哎呀沒有了 那怎麼辦呢 機器人說我家如果沒事的話 還有少女表示他很願意回去 但是他不知道該怎麼走 他就把這個機器人的頭 給拆下來 帶著上路了 一路上他們看到了一些動物 這個機器人交給了一些 這個少女一些知識 很明顯這個少女什麼都不懂 不知道為什麼能夠活到今天 有時候這個少女也會嫌這個機器人太煩了 嘴太碎了揍他 然後機器人他也他也不會痛嘛 然後他們兩個人就這樣子 或打或鬧的 就一路上朝著這個機器人的家前進 後來他了解了這個小女孩 他其實之前也是跟其他人在一起 但他們都死掉了 只剩下這個小女孩一個人 然後這個小女孩問這個機器人 死掉是什麼意思 死掉 死掉就是人不在動的意思 這小女孩又懵懵懂懂的 他們就繼續這樣子上路 最後終於到達了這個機器人 他所謂的家 其實是一台車子 這個車子已經被埋在沙子裡頭了 車子旁邊有一個小房間 然後他們就鑽進去這個小房間裡面 這小房間裡面都是沙子 所有的東西感覺都已經壞的不能用 不知道放了幾百年了 但是還是有些零件的 剩下一點點油 最後這個少女 他在這個房間裡頭 把這個機器人給修好 上了油 這個機器人能動了 他就問這個少女 你有什麼想要的東西嗎 說說看什麼都可以 朋友 所謂的朋友不是誰給你的 而是你得自己去教啊 這個機器人他就做起來 然後從櫃子上面 準備要拿點什麼東西下來 但這個少女就跟他表示 你的其他東西還沒修好 你太著急了 他說機器人說沒關係 我們必須要趕快 不然時間會來不及了 是你讓我能在電池沒電之前 再做最後一次的工作 為人類工作 乃是機器人的職責 嘿咻 每年到了這一天都要送禮物 去給孩子 是我的工作 所以我也要送禮物給你 這個機器人他就從架子上面 拿起了一個東西 包裝好了一個禮物 然後送給了這個小女孩 這個小女孩第一次接到 來自別人的禮物 然後他看著這個手上這個禮物 很驚喜 然後又不知道該怎麼應對 這種感覺 這個機器人就跟這個小女孩說 對了 我忘了請教你的名字 我叫做聖 然後機器人就再也沒有說過話了 小女孩看這個機器人發現 他是真的沒有電了 他不知道該怎麼辦 他就跑過去拍那個機器人 沒想到機器人就這樣倒下去 那小女孩就慌張了 好不容易終於有人跟他說話 雖然說這機器人好像很煩 可是他現在完全不動了 不動了不就是死掉了的意思嗎 那這個機器人現在就是死掉了 少女在那邊不知道該怎麼辦 看著這個機器人的殘骸 旁邊還有一個剛剛的那個箱子 打開來 少女爬過去打開來 這個箱子裡面上面寫著 X01型設計圖 然後一本說明書 後面還有一個電池跟一罐油 嗯 故事就這樣結束了 你說有說明書一罐油 跟一塊電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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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怎麼樣 好像很厲害 好像很厲害嗎 好像 好像很厲害 但我又受不上了 對對對 這個賣玩家好像他的東西 有這種感覺 好像很厲害 但是又好像有點普通 有點那個 蛤 你把卡片遞給我啊 是不是 錯 不是 這一個是十黑正數 這個短片Present for me 中文應該翻機器人的聖誕禮物 嗯 他算是一個也算是 腦洞蠻大的一個 那個 漫畫家 嗯 尤其他有一個短片天外樓 那個我覺得很酷 他前面用幾個看似 毫無關聯的搞笑漫畫短片 然後 用後面 融合成一個大悲劇 嗯 你以為前面都是一些搞笑短片 沒想到整本書看上去 是一個完整的大悲劇 哦 很厲害他這個短片天外樓 算是很會創作短片的漫畫家 這個十黑正數 那沒收到這個是我的啦 行 前面太簡單了 後面就開始稍微有點難度了 想要得分沒有再那麼簡單了 可惡 準備好引接第六個故事了嗎 好的 好 第六個故事叫做被識破的竹屋夫姐妹 講的是一對雙胞胎 故事是在一個很普通的一個日本現代 兩個女孩少女醒過來 雙胞胎長得一模一樣 動起床的動作和聲音也都一模一樣 升個嵐要起來 欸 早啊冬花 早啊雪花 一個叫冬花一個叫雪花 他們兩個人的動作一模一樣 他們兩個人的動作一模一樣 甚至他們的追求就是要成為一個人 要合一 他們不但吃早餐的時候 就一起說著我開動了喔 好 好吃 都講的一模一樣 雙胞胎 他們的爸爸也說 哎呀你們兩個今天也一模一樣耶 動花雪花 幸好當時買了兩個醬油管啊 因為他們要同時倒醬油 哎呀他們就介紹我們是雙胞胎 興趣也是雙胞胎 大家一定很好奇這是什麼意思吧 他們就是興趣也是當雙胞胎 他們每天出門的時候就在那邊 討論你今天要去哪一班啊 啊我今天去二班好了 四班給你去吧 然後他們就這樣子交換 讓別人搞不清楚誰是誰 就是換班也不會被發現 然後他們每天晚上在跟彼此分享 今天發生什麼事情 他們甚至在這個上面非常的努力 跟朋友的相處幾乎看不出任何的破綻 因為這個他們每天晚上會交換訊息 他說今天我借你的書 但其實隔天是我妹妹去還的 他就會跟他說 哎我覺得這個很好看 那本是你上次借我的愛心莫夫對吧 什麼什麼之類的 就是完全沒有破綻 他們的終極目標就是變成同一個人 所以他們融合的練習 更是不可或缺 相信總有一天總會成功的 每一個人過來問他們說 哎呀冬花雪花 哎呀雖然分不清楚誰是誰 但是總之竹屋夫姐妹 你們要不要一起去唱歌啊 兩個人一定同時說要 反正做什麼事情都是同時 唱歌也是同時 循環立體聲哦 就是他們覺得 哎呀怎麼聲音從兩邊同時而來 一模一樣啊 想像廁所的時間有點 也是一樣的 這甚至有點不方便 所以他們就必須一個人等在外面 然後一個人等在裡面 然後姐姐還在那邊開玩笑說 哎呀所以這個是不便 然後就在廁所外面開這種文字玩笑 然後換他進去上完廁所之後 妹妹就在外面想著哎呀所以是不便 就兩個人連想 心裡面想的笑話都是一模一樣的 班上也有些同學說 哎呀通常雙胞胎不都是要把 讓別人想辦法辨認誰是誰嗎 你們這個樣子的雙胞 對你們這樣子雙胞胎真少見 他說我們的目的就是要合為一啊 會很怪嗎 會很奇怪嗎 不奇怪 應該一點都不奇怪吧 這個時候他們兩個人就經過 這個合體旁邊要回到家 看到前面哎有一個男生 正在草地上面 古倒的什麼東西 他們就走過去說哎美松同學 嚇一跳轉過頭了 諸夫夫姐妹你們找我有什麼事嗎 你在看什麼啊 沒有啊我沒有在看什麼 你這樣子反而讓人更在意 然後他就把那個書給丟掉了 丟到上游然後流過去 反而流到這個諸夫夫眼前 然後再流走 他看到哎呀是皮膚色的 是色色的東西 年輕年輕人真的是 然後這個男的 就掏出來一個小玩意 一個鑰匙圈 然後跟他說你們不要告訴別人哦 拿去這個鑰匙圈是你掉的吧 竹夫夫雪花 然後就交給這個雪花的手上 雪花跟東花就愣住了 他分得出來 對你怎麼知道我是雪花 然後這個男的就跟他們說 換班遊戲差不多要適可而止啦 拜拜 然後就走了 東花雪花就驚訝的看著對方 他分得出來怎麼可能 第一次有人分得出來 他們一定是碰巧一定是瞎懵到的 他們就決定要去確認一下 到底是不是 是梅宋同學瞎懵到可以分辨的出來 他們誰是動畫 誰是雪花 然後呢 然後隔天 他們到了班上 雪花同學他一走進去 然後看到這個梅宋同學 梅宋同學就跟他說 怎麼今天又是你來這個班啊 你不是應該要回那個班嗎 然後雪花他就覺得很驚訝 他真的分得出來確定了 他真的分得出來 他就一下子慌了手腳 馬上回去找他的姐妹 然後兩個人決定 放學的時候 埋伏在這個梅宋同學回家的路上 兩個人都套著紙袋 拿著球棒 出現在這個梅宋同學面前 跟他說 梅宋春艷 他說你要幹嘛啊 你去死吧 嘿 然後兩個人就說 不好意思我每個聲音都要練兩遍 因為他們兩個人聲音一模一樣 就往上敲那個男生 然後那個男生說 你們塑膠球棒是打不死人的 兩個人就哇 然後就被打 打到旁邊去了 算你厲害 最好是 你們到底想幹嘛啊 諸夫夫姐妹 你到底為什麼會知道我們是誰 以為這樣子不會被發現才奇怪吧 既然這樣子只能用這招了 瞭解雙人噴射氣流共打過去 反正兩個人就胡鬧一半 但還是被這個男生給 用搞笑的方式給打回去了 這男生就說 為什麼你們要偷襲我 這個兩個姐妹就說 趕快告訴我們 你到底為什麼分得出來我們是誰 然後兩個人就勾住這個手 然後在那邊繞圈圈 然後互相換位置什麼什麼的 然後再問他一遍 我是誰 然後這男生說 這邊是冬花這邊是雪花 他們就確定到底為什麼 為什麼呢 然後這男生說 為什麼要問為什麼 這不是一看就知道了嗎 然後這男生就臉紅 一下子突然臉紅 然後就趕快跑掉了 他說我先走了 然後這個冬花跟雪花 他們就很驚訝 好像懂了一點什麼東西 但是又不知道 這一定是他喜歡這兩個姐妹當中 其中一個人啊 但不知道到底是喜歡誰 晚上他們兩個人就回到了床上 冬花就說 冬花 怎麼了雪花 沒什麼同學分出來誰是誰的時候 我其實有點開心 為什麼啊 他的姐妹說我也是 為什麼啊 然後兩個人就閉上眼睛 開始做起不一樣的夢 他們兩個人就說 雖然說很稀鬆平常 但他們會做不一樣的夢 醒來之後 又變成了同一個人 我們是雙胞胎 就這樣子 又結束了 蠻可愛的啊 雙胞胎的故事 我就是一個雙胞胎 雖然說我們是一卵 我跟我哥長得一點都不像 我們是不同 那你們小時候有 不同卵子 你們小時候有像過吧 沒有完全沒有像過 我們從一出生就不像 我看過我們出生的照片 一出生就不像 雙胞胎有兩種嘛 他們這個竹夫姐妹是同卵的 分裂出來 同一個卵子分裂出來的 所以是很像很像很像那種 但有一個男生分得出來 他到底怎麼分的啊 因為他喜歡其中一個啦 但真的不知道是誰 這個短片裡面沒有交代 到底喜歡是誰 然後這兩個竹夫姐妹他們 雖然說他們在追求的 事實上別人分不出來 但是真的被分出來的時候 他們是有點開心的 這種蠻複雜的這種感情 我覺得不錯 不錯 不錯的吧 現在你該猜是誰的啦 我可以給你一個提示啦 這個漫畫家他的短片 都是有目共睹的 就是品質很明顯 比其他的漫畫家 稍微高一點 我們如果以後分享短片的話 一定會常常提到這個漫畫家的名字 所以 量很大 量很大嗎 嗯算蠻大的 因為他有一陣子就是專門 靠畫短片為生 在他正式出道之前 他有一陣子就是專門畫各種短片 因為要尋找連載機會啊 然後沒想到越畫越多 後來他自己本身的這長片作品 也很成功 不一定叫做 但是很叫好 我覺得也不錯 隨便猜一個囉 你可以繼續猜你的精明啊 對 我有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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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趕快啦 可能是 可能是 好 喔 這個 你遞給我的這個是 三下河美 登登 不是 哈哈哈哈 真的是亂猜 這個是水上物質 哇 這三個人都誰啊 哈哈哈哈哈哈 哪一些 水上物質 山下河美 底尾萬度 沒關係 我們就透過這些短片 去認識這些漫畫家 是最好的嗎 你覺得剛剛這個 被識破的竹屋姐妹怎麼樣 不錯 不錯吧 蠻可愛的 我也覺得蠻可愛的 甚至這個短片 他其實本來要變成一個長片 但他還是沒有把它選為 長片連載的那個 他一開始是為了想要 畫戴眼睛的雙胞胎姐妹啦 嗯 但的確是很可愛的故事 他畫的也很可愛 嗯 水上物質他的代表作是 魂環 魂環 嗯 之前我們遊戲其實有用到 他的這個梗 喔對 橫緩的這個梗 嗯 那這一個 被識破的竹屋屋姐妹 是取之於他的短片集 叫做放浪世界 名字很酷 嗯 那裡面沒有一篇叫做放浪世界 放浪世界是他另外一部 作品之前的名字 但是很酷啦 他是一個很有想法的一個 算是也是年輕的一個漫畫家 水上物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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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你可以透過這個短片 被識破的竹屋姐妹 認識這個漫畫家 我們以後也會做一起他的專期 腦筒很大 嗯 又沒得分啦 水上物質你要給我啊 沒拿 對 OK 下一個故事叫做柳樹 這個漫畫 這個漫畫非常特別 他每一頁只有兩格 上下兩大格 就這樣子了 接下來我會跟你們講解 這個他每一頁的每一格 發生什麼事情 第一頁是在小鎮的河邊 有一棵石器沉沉的柳樹 旁邊站著一位撐著傘的女人 柳樹後面的山坡 是行人經過的那個小路 第二個是這個稍微明亮一點了 然後這個撐傘的這個女人 在柳樹旁邊看著旁邊的這個 山坡的這個道路 接下來的每一格就是看著這個 女人站在這個柳樹旁邊啊 這個女人看著經過的小孩跑下來 好像要找他玩 但下一個又跑上去找自己的爸爸了 再下一個是經過了一群小學生 然後下雨了 然後再下一個就是這群小學生 從另外一個方向又跑回來 這個漫畫他每一格 這個女人他都一直站在這個柳樹旁邊 然後一直看著這一來來過往的這個 有時候經過的是一群中學生 然後不知道為什麼 這群中學生後面還有一個 傷痕累累的一個小男孩 跟在這些中學生後面 感覺好像被欺負被揍過了 或者是跟著打架了 但撐傘你們看到很驚訝 但也只是難過的看著這個 滿臉傷痕的小男孩走過去 再下一格又是柳樹茂密的樣子了 看來不管春夏秋冬 這個女人好像就一直撐著傘 在柳樹下面 好像在等什麼人 即使冬天柳樹全部都枯光了 她還是撐著傘在那邊看著 然後有時候是高中男生 高中女生走過去 然後或者是爸爸陪著大學的男生 在經過這邊走過去的感覺 情侶在經過 或者是年輕的夫妻帶著小孩回來拜年 春夏秋冬 這個女人就一直站在柳樹旁邊撐著傘 看著各個年齡的路人經過 直到有一天有一組家庭經過 母親跟三個孩子一邊說說笑笑的 一邊走過去了 其中有一個看起來已經四五十歲的爸爸 朝柳樹這邊又走下來 這個男人眼叮叮的看著這個撐傘的女人 兩個人拭目相交了 這時候給了這個他們的這個眼神的特寫 男人開口說話了 這篇漫畫從頭到尾都是沒有台詞的 就是每一頁就是兩大哥 看著這個春夏秋冬 看著這個女人看著一堆人來來來往往 這個時候第一次有台詞 這個男人對著這個撐傘的這個女人說到 那你一直在這裡等著我吧 你突然不見了被你捨棄 雖然也怨恨過 但是你一直在看著我的吧 撐傘的人聽到這裡 什麼話也沒有回應 只是看著這個男人 難過的流下眼淚來 男人又繼續說到 我一個人已經沒有問題了 媽媽 然後這個男人就往前一步 抱住了柳樹 故事就結束了 好恐怖喔 恐怖嗎 我講的很恐怖嗎 我第一次看這個漫畫的時候 我覺得哎 我又重看了一遍 我馬上當下立馬重看了一遍 然後我就哭了 我很久沒有看漫畫哭了 我也沒有來上次就滿 就好一兩個禮拜前吧 哈哈哈哈 但的確是很感動耶 我知道 我知道那個意思只是很恐怖 很恐怖喔 沒有啦 這個男的媽媽就是感覺是守護靈寄生在這個柳樹上 那這個男的他也看不到 他其實看著這些來來往往的行人 就是他兒子長大的這個 在這個小站上面長大的景象 經過的小學生啊 經過中學生啊 大學生情侶啊 爸爸陪去上班啊去練什麼 其實都是他的兒子跟他的就還活著的丈夫 這個女人他就一直在那邊看著他的兒子 在這個柳樹旁長大 蠻感動的喔 哈哈 怎麼樣 你覺得很可怕啊 反而聽了 我覺得很可怕 因為畢竟是幽靈是不是 嗯 好吧 那你選擇一下 你覺得是誰創作的短片呢 你要給Eaterno 是不是 對 我把他甩你臉上 這個傻逼 這部作品是取自於迪偉旺都短片集的其中一篇 被嚇得無力嗎 呵呵 就是吸引的女兒 那個 又沒得分 哇你前面簡直就是懵的嘛 我真的前面出太簡單了 對不 後面的你都不認識啦 難怪你猜不到 對啊 因為那幾個其實我都不太知道他們誰 嗯 也難怪 那剛好你可以透過他們的短片故事 你現在已經聽過西醫的女兒還有這個柳樹 兩個迪偉旺都的短片故事 大概可以知道他的功力在哪裡了吧 很恐怖 很很很高級 他的功力很高級 不管他是不是24年主什麼領軍人物什麼的 我覺得他的說故事的功力真的就擺在那邊 每次我看他的這些作品我都被他再一次蛇服 當然他也有一些普普通通的啦 呵呵 但他厲害的是真的很厲害 這個柳樹這個短片就是我覺得 迪偉旺都表現 很棒的一次 這個說故事的方法簡直就像是那個法國的那個 我們之前說的那個 克里斯多夫夏普特的那種感覺 很簡單 每一頁就是兩個大格 就這樣 從頭到尾 然後交代了一個很感動的一個故事 很棒 好 你準備好我們進入第八個了嗎 好 好 第八個故事叫做盲點的維納斯 其實是一部很有名的短片 相信有些人聽到這邊已經知道是誰了 好 來我們準備 盲點維納斯他是開始在一部豪宅 豪宅的陽台上面有一位女神很美麗的美少女 他對著陽光在那邊祈禱著臉上的這個 哇 簡直散發出來天使的光輝的這種感覺 然後在這個豪宅前面的電線桿啊 小巷子啊 都有男人在看著這個 這位少女 所有人都在守護著她的感覺 這個時候突然天空出現了一個 欸 UFO的感覺 不明飛行物體 嘟嘟嘟嘟 化過了天際 美少女在那邊看著啊 消失了啊 真可惜沒拍到 可是久違的出現了 一定是聽到了我的呼喚 原來這個少女 她就是在這邊祈禱著UFO能夠出現 沒像真的出現了 她沒拍到 這個時候她看到下面 在偷看她的這些男生們 她就跟她說 哎呀鋼田先生 你在那邊幹什麼呢 哎呀還有蒼田先生 錦上先生 你們大家都在 你們大家看到剛剛的UFO了嗎 哎呀我馬上下來找你們 這個女神就跑下來 然後跑到她的家門口 朝這些男人們跑過來 然後一邊跑 離這些男人們越近 她的聲音就越來越模糊 到最後就消失變透明了 然後這些男人就看著這個 眼前消失的這個美少女 也沒有說什麼 很淡定的樣子 突然從不知道哪邊傳來的聲音 這個美少女又繼續說到 哎你們剛剛看到UFO了吧 消失了吧 果然UFO是從異次元飛來的呢 一定是聽到的呼喚了對吧 然後這些男生就臉色很慌張的 問的這個球子小姐 球子小姐 球子小姐 你她說怎麼啦 你們每次最近怎麼看到我都好像怪怪的 哎呀你們是不是想要把今天的這些情報寫成報告 然後我去把東西拿給你們 然後你們等我一下 然後就往裡面跑 她跑遠的時候球子小姐 她又出現了 然後這些男生就看著這個美少女跑進去 又跑出來又互相看了一看 就覺得這件事情實在是太奇怪了 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 他們再也看不到這個球子小姐了 只要這個球子小姐一接近他們 就會消失在他們眼前 再走遠的話 他們又可以看到這個球子小姐 不知道到底發生什麼回事 但是別人看起來 球子小姐都是正常的 只有他們這幾個男人 只要這個球子小姐一接近的話 就看不到 難道我們是因為太愛她了嗎 被詛咒了嗎還是什麼 他們都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這個球子小姐她其實是 UFO協會的會長的女兒 她爸爸是一個UFO的研究者 但其實身為一個醫生啊 這個研究者她其實是作為興趣 在支撐的這個UFO研究會 但她的女兒就是這個球子小姐 她對這個UFO是非常的痴迷的 所以她反而引導了這個UFO的這個協會 然後所有的宅男們 他們其實都加入到這個協會 都不是為了UFO 都是為了接近這個球子小姐 大家都覺得只要靠近她 就好像彷彿看到了 從非典裡面出現的這個美麗的 金星人一樣 太美麗了 球子小姐 就連她這個天使般的微笑 還有她那顆那個美麗的脖頸 襯托著她的這個珍珠耳環 太美麗了 越來越多的男人加入這個協會 都是為了邱智小姐 都是為了邱智小姐 她的爸爸也看出來了 但是她想要結束這個協會 邱智小姐不准 她說這個協會現在簡直就是她的生命 她必須要透過這個協會更好的研究 UFO才行 所以她爸爸也沒辦法 就讓他們繼續研究這個協會 但是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 說的會員就慢慢的 奇怪的症狀嘛 邱智小姐她們只要一接近就看不到 就變成透明的 有一天加入了一個新的會員 這個新的會員她加入的時候 也是澀咪咪的說 哎呀想不到會長這麼美麗 真的是太棒了 然後所有下面的人都在想著 她看得到邱智小姐 很多人已經很久沒有看過 邱智小姐的真面目了 都很想念邱智小姐 因為就算在眼前他們都看不到 這個時候他們又開始開啟這個UFO的例會 其中有個男的 他就開始討論了一個提案 他說今天雖然說UFO的事情也是要討論的 但我有個新的提案 想要聊一聊跟外星人接觸的案件 其實我曾經被外星人綁架過 我被外星人綁架的時候 我記得他們帶我到了一個充滿亮光的房間 幾個白色的人影醒來之後 我就在公園裡面了 重點是我醒來之後 我就再也看不到邱智小姐你的身影了 我現在就看不到你 邱智小姐說實話 我喜歡你 我已經無法忍耐了 即使一小會也好 我也想看到邱智小姐你的面容 可是我現在變得無法看見 邱智小姐 就在記憶喪失的那段期間之後 我再也看不見你了 我認為這個就是外星人做的 沒想到我真的發現了 然後這個男的就開始搏弄他的頭髮 他的頭頂上面真的有一個做手術的一個痕跡 然後所有的男人看到之後 也開始找自己的頭頂 發現他們頭頂上面也有這個被外星人做手術的這個痕跡 然後樹人的就開始就瘋了 然後就說原來我是因為外星人可惡 邱智小姐我喜歡你啊 我才是你的最大的粉絲 你應該要跟我在一起 然後每個人就開始在那邊想要抓住這個邱智小姐 但是每個人都看不見他 就開始在房間裡面瞎摸瞎摸 只有一個人看得見他 就是新加入的那個會員 他就保護著這個邱智小姐 然後大家都知道一定就在你的背後 什麼的 然後就朝這個男人要衝過去 這個時候邱智小姐爸爸出來了 那個醫生 他說你們在幹什麼 阻止了這一場 那我去辦的話真的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情 他們就把這個協會當場解散 你們都回去 不准再接近我的女兒 你們這群白類 就把他們趕出去了 最後這個醫生的爸爸 他就感謝這個 救下他女兒的這個新加入的這個會員 然後就請他喝酒 然後跟他說你在左眼君吧 今天這個謝謝你啊 別哭了求職 就當是個教訓吧 他們從一開始就不安好心 你不要再難過了 爸爸在 然後他就跟這個 左眼君道謝之後 這個左眼君就昏過去了 然後就被 球子的爸爸帶到了手術室裡頭 他爸爸就開始穿著手術服 跟旁邊助手說 就知道 那麼就開始進行手術吧 這是第幾個啦 現在後腦開個小洞 然後在頭蓋骨裡面放入了那個訊號的發行器 然後這個發行器裡面其實 只要那個球子他帶著那個珍珠耳環一接近的話 他裡面放出的電波就會影響到你的腦部 然後把這個球子的這個影像 帶入到你的盲點 人類的這個市區盲點之中 自然就會消失了 所以他不是真的消失 他只是進入了你的盲區 所以你就看不見邱氏小姐了 但是關於消除記憶這個事情 就很麻煩了 必須要注射特殊的藥劑 會可能損傷腦部的 那些人最後瘋了 就是也是因為那個藥劑的影響吧 可能有一半 但不管怎麼樣 這些東西 比起他心愛女兒的安全 根本都不算什麼 除掉這些女兒身邊的害蟲 就是要這個樣子 然後這個 甚至這個醫生變得有點瘋狂的那種感覺 最後這個左眼君在醫院裡面醒過來 發瘋的喊著 我被外星人做手術啊 你們趕快檢查我的腦袋 我不知道到底發生什麼事情了 最後講述這整件事情的男主角 然後他跑到了這個邱子家裡面去 因為他有不好的預感 他跑過去的時候發現 哎呀 邱子他們家的仆人已經被殺死在門口了 進去之後看到所有的人都抱著 邱子小姐要往樹林裡面走 就是那些之前那些後援會的人 綁架了邱子小姐 但是在他們眼中 他們只是抱著空氣而已 嗯 可是他們是可以感覺到的 他們說 邱子是他們抓到的 所以是他們的 這個女的不是人 是精心人 是能夠隱形的壞人 他把他解剖 然後這個男的就趕快衝上去 救他們 然後被打混在那邊 最後那天傍晚 在這個邱子他們家的庭院角落 發現了這個 邱子傷痕累累的屍體 嗯 過於美麗而導致的悲劇 追求者們由愛生賀發展到的 這樣子一場 殘忍的悲劇上面 然後就 還沒結束 最後 他的爸爸就到警局裡面去自首 因為他知道 就是因為他這樣子做 才害了自己的女兒 就很痛苦很後悔 但這些後悔什麼都沒有意義 嗯 邱子都再也回不來了 這個時候 講述這些故事的這個男主角 他不是追君喔 他是從頭到尾一直在講故事 然後最後想要去救 求職的這個男生 被打混在地上的那個男生 嗯 他說 雖然說已經來不及了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自從那件事情之後 他的裝置被拿掉了嘛 他是唯一的生還者嘛 博士已經 忏悔幫他拿掉了 他不知道為什麼 他就躺在那邊看著前方 然後說從那一次之後 他的視網膜上面 就會一直不斷的映照出 求職的影像 彷彿他好像還在前面一樣 然後就整個 最後的一整個畫面 是結束在求職的正臉 側臉啊 然後靜影援影啊 走路的姿態分解動作啊 什麼什麼反正滿 眼前全部都是求職 這個男的最後就在那邊 躺著看著求職的這些 殘留在他視網膜上面 現在才回放 到他眼睛前面的這個 那些求職的影像 然後故事就結束了 好酷喔 最後一面是滿滿的求職的臉 各種臉 有側臉 有狀可愛的臉 有生氣的臉 有疑惑的傷心的什麼的 都是臉 幾十張臉 那你要不要再多講一點 沒有沒有就這樣子 你猜吧 什麼叫我猜吧 多給我一點訊息 趕快猜一下 我非常快給我的訊息 盲點的維納斯 我不知道啊 伊藤倫厄 又猜伊藤倫厄 猜中了 哈哈哈哈哈哈 沒錯 這個也是取之於伊藤倫厄 早期的短片 你為什麼自己收起來了 給你 好 他收錄在伊藤倫厄 未收錄短片作品當中 所以其實是被淘汰的一個作品 那我覺得其實還不錯耶 尤其他其中那個滿有說服力的 有關科幻的隱形 這一說 讓你進入人類視覺的盲區 蠻酷的啊 嗯 就是伊藤倫厄 伊藤倫厄其實蠻喜歡 融合科幻的東西的 對 好啦為了跟大家更輕鬆的享受故事 我們這次短片漫畫集 會分為三集發布 我們接下來的故事 會在後面一集繼續說完 想要知道後面還有什麼精彩的故事嗎 那就讓我們下集揭曉啦 謝謝你今天的收聽 如果你喜歡我們這集的漫畫或故事 歡迎你在各個收聽平台訂閱我們 告訴我們你為什麼喜歡這集節目 也歡迎你把節目推薦給身邊的親朋好友 如果有任何想跟我們說的話 也歡迎加入我們IG 好地的漫畫最重要的就是故事 我們下本漫畫再見 掰掰